在2014年11月26日,在旺角尼敦道用警棍襲擊途人鄭仲恆 主任裁判官錢禮中午宣判刑期 錢禮接納本案並不是同類案件中最嚴重 事主鄭仲恆亦已經康復,並沒有受永久傷害 但是考慮到其他家營因素,包括當日鄭仲恆是路過現場 被告聲稱鄭仲恆的動作對警方安全產生風險 但是他當時只是和朋友聊天,沒有任何威脅舉動 鄭仲恆和朋友當時已經越過被告 但是被告仍然從後襲擊他,甚至擊落他的頸部 作為警務人員應該阻止罪案發生 但是被告偏偏利用執行職務的名義干犯罪行 法庭有責任判處具阻嚇性刑罰 警戒其他警員不要跟隨隨諸經緯的行為 即使他們面對示威者可能佔領馬路,承受極大壓力 亦都不是借口 認為案件性質嚴重,不適宜判社會服務令,必須判處監禁 判處監禁三個月,便方隨即提出保釋等候上訴 獲批准以五萬元現金,擔保保釋 審訊文章其實不是重的,但我覺得未必是需要的 即是有CSO推薦了,但應該是CSO 會用甚麼程序? 有很多理據 他說朱經緯會就定罪以及判刑提出上訴 無線電視機車陳兆幸報道 朱經緯一直否認控罪,審訊的時候,自便的時候解釋 他事發的時候是合法動武,驅逞人群 案發在2014年11月26號,是警方執行法庭禁制令 清理旺角一大家道的第二天 當時是警司的朱經緯奉命到場 途人鄭仲恆說,在尼敦道被朱經緯揮警棍擊中 後警受傷 幾日之後,鄭仲恆去到警署投訴 警方曾經說投訴不成了 後來監警會認為投訴屬實 我有開心,開心,還有覺得他們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是環犯一個公道 事隔兩年多 律政司正式檢控朱經緯一項襲擊制造成身體傷害罪 審訊期間,控方張新聞片段呈堂 說鄭仲恆是路人,正是想離開 朱經緯假定鄭仲恆是示威者,使用不必要武力 又說他在佔領行動期間執勤,承受很大壓力 但是不是使用武力的理由 朱經緯自便的時候說,事發的時候 鄭仲恆對警務人員作出侵略性動作 於是揮棍 但是他只是點到跡子,力度中等 又說只是打中對方的背部 不會打頸,因為是致命的武力 又說如果執行職務的結果是要去到法庭自便 當時就來退休的他寧願當日被他們佔領馬路 或者申請不參與行動 朱經緯最後被裁定罪名成立,需要交由懲教署看管等候判刑 辯方期後呈上40封求情信,包括兩名前警務處處長鄧景成和曾偉雄 另外也有十幾個前任和現任警隊高層為他求情 辯方說這些人見證朱經緯結白無暇可靠盡責的公職生涯 他對警隊無私奉獻,臨近退休仍然主動去到前線執勤 案發的時候他擔心已經重開的馬路再被佔領,以致錯判形勢 但是強調朱經緯當時是執行職務,並不是襲擊他人,事件屬於不幸 無線電視機者陳少恒報導 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早前就懲教署強制男囚犯剪短頭髮規定 司法覆核勝訴,懲教署不服提出上訴 案件在高等法院上訴庭審理 梁國雄到法院應訊,代表懲教署的資深大律師在庭上說有證據顯示 長頭髮和監獄的安全、紀律有關 因為長頭髮較容易收藏武器,甚至可以當為武器 而男性犯人打鬥、逃獄的紀律,較女性犯人高 所以剪短頭髮的規定是保安措施,與性別無關 上訴庭副庭長林文漢反問,以男女作為比較,是否涉及歧視 或者是對男女的既定印象 又或只要規定男女犯人都剪短,就可以解決問題 上訴一方重申,有關的比較是有數據和證據支持 整體而言,男性是較女性暴力 梁國雄在2011年因為衝擊立法會計補機制濾潭 在2014年被判入獄四個星期 懲教署案監獄條例規定,剪短她的頭髮 梁國雄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懲教署之一 但你就預先上網或電話預約 我逐了,你呢? 改了地址,記得通知運輸署 住在我家旁邊的,我們叫她甚麼? 龍舍 沒錯 梁太太 不好意思,遲了梳工來接行兒子 不要緊 是你媽媽託我買的廚具 媽媽,我今天的身材叫龍舍 即是難得大家是龍舍 有時你幫幫我 有時我幫幫你 請支持龍舍第一計劃 多多指教 這張是我的卡片 這裡是我工作的地方 透過職業專才教育 入職前,我已經學到這一行的知識和力 畢業後,我可以很快投入工作崗位 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這個一定我們會鞏固 但是我也很希望大家 在討論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裡面 要有理性和和平的方法去討論 有中大學生就期望 段崇智能夠繼續容許校內多元意見 學術自由或者是我們院校 能夠對某些社會的情況 能夠有討論之餘 是不會因為某些政治壓力 而令到某些老師突然間我教的 或者有些同學會突然間有某些壓力 他有些話不能說 段崇智接替沈祖堯成為中大第八任校長 任期六年 無線電視記者陳戴琪報導 兩名香港遊客在南非開普敦攀岩的時候發生意外 其中一人死亡 死亡的女遊客大約有八、九歲 入境處表示已經聯絡死者家屬提供可行協助 中國駐開普敦總領館說 兩個香港遊客元旦艾曼在開普敦著名景點 卓山攀岩的時候發生意外 其中一個人和當地導遊身亡 總領館說第一時間了解情況 並積極為死者家屬提供協助 又提醒遊客在參與風險比較高的旅行項目的時候 要做好安全防範 在救援期間 卓山的纜色服務一度暫停 800多個旅客滯留山頂幾個小時 本港入境處說獲釋事件之後 已經主動聯絡死者家屬 並提供適切的意見和可行協助 會繼續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中博署開普敦總領館 與當事人家屬保持緊密聯繫 積極更進事件 並按家屬意願提供可行協助 有本港攀岩專家說 南非卓山的地形和石質 與香港很多攀石地點不同 這邊也會 otot 也會不一樣 很多攀岩小籃 可以不及向其他資料 或者有些人會給予貨 有些事情 另外,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也會有更多攝影響 他們的石牆、石窒、他們那個地方可以做到的安卡是行不行呢?大家都不知道 他提醒攀登不熟悉的地方的時候要考慮風險 無線電視記者葉靜庭報導 香港每年一新 由2017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到每小時34.5小時 最低工資條例適用的所有僱員,無論是用什麼形式授聘,都有權收取法定最低工資的 殘疾僱員有權選擇接受評估,按評估的生產能力收取定出的工資 想知道多些,打27171771,或想勞工儲望業,看看吧 香港每天都有接近3,000個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已延續生命 除了支持和問候,想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更多評測,登記成為捐贈者 登記了要將你的意願告訴家人 你不知道 一起衝過去吧 無論在工作上遇到多少困難 我們都會不偏物議 美國傳媒報導 北韓可能最快這個星期 再試射洲製彈道導彈 對於北韓領袖金正恩聲稱 隨時準備使用核武 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擊 說自己都有核武按鈕 而且更大更有威力 美國哥倫比亞廣告公司報導 北韓似乎正為再試射洲製彈道導彈作準備 在平洋以北去年11月 試射火星15型洲製彈道導彈的部署地點 近期再有活動 報導說如果再試射 時間可能是這個星期稍後 或者下個星期 將會是北韓在新一年假第一次試射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也都引述美國軍方消息 說平洋短期之內會再試射彈道導彈 北韓卻威脅日增 領袖金正恩在元旦新年賀治內更向美國放話 核武按鈕一直在桌上 暗示隨時準備攻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甘示弱 在社交網站反擊 說自己都有核武按鈕 而且更大更有威力 同時有效 不過其實白宮內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核武按鈕 特朗普又在另一篇貼文內 再以小火箭人稱呼金正恩 說對方第一次表達想和南韓對話 究竟是否好消息 他拭目以待 但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記說 南韓一天不放棄核武 美國都不會認真看待任何會談 美國國務院亦說 懷疑金正恩是否真的有誠意舉行兩韓會談 而南韓方面說 仍然未收到北韓的回覆 是否同意下星期二 在兩韓邊界打門店舉行高級月會談 討論北韓參與下個月的平昌東奧等事宜 無線電視記者葉正平報導 早前被指在公海向北韓船隻 轉移石油產品的香港註冊貨船 船上的石油產品證實屬於一間荷蘭公司 南韓外交部證實 涉事香港註冊貨輪方向永家 由台灣公司租用 船上的石油產品屬於一間荷蘭公司 那間荷蘭公司接受日本放送協會查詢的時候 表明石油產品原定運送到台灣 並不知道石油產品被轉送北韓 韓聯社早前報導 船身寫著方向永家的貨船 在公海向北韓船隻轉移石油產品 涉嫌違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措施被南韓求查 美國受寒流侵襲 中西部和東部多個城市 氣溫普遍較正常溫度低攝氏十幾度 創出一個世紀以來的低溫紀錄 著名的尼亞加拉大瀑布 抵受不住嚴寒而結冰 在紐約州天寒地凍 行路都有同風色 面對小幼的低溫 不少人急急採救遇寒衣物 包到自己實一實 在芝加哥 河面在寒冷天氣下結冰 中西部和東岸多個城市 氣溫普遍較正常溫度低攝氏十幾度 創出一個世紀以來的低溫紀錄 多個州份的學校都延遲上學時間 被學生充足交通時間 有些甚至停課 遊客亦都有一段難忘假期 嚴寒天氣下 多人在戶外凍死 其中在聖路逆市 一個流浪汗的屍體 升其一被發現在垃圾桶內 當局畫低溫將會持續至周末 又在全國各地開設避寒中心 氣象部門發出風寒預警 意味實際體感溫度 可能比預報氣溫低很多 提醒民眾注意保暖 無線電視機者曾經搖不到 廣告今早持續做好 再創超過十年高位 半日最多升超過二百點 達到三萬零七百點以上 再創造零七年十一月以來的高位 但之後遇到阻力 升科度收窄至到不夠三十點 中收市升一百點 到三萬零六百一十五點 半日成交七百五十億 內地之中看到那裏 持續有一個較強流入 令到傳統上一月份 亦都是一個不錯的 平均表現來說 不錯的一個月份 我覺得短期內 挑戰三十一那些機會 都不低的 美國隔晚科技股強勢 騰訊在香港的股價也做好 曾經升至超過一個月的高位 中收市升超過百分之一 另一隻重磅股回控 曾經見超過三年高位 但中收市偏遠 而中移動更加跌超過百分之一 都壓抑大市升勢 部分汽車股和內房股 就持續有追捧 吉利和中國海外 半日都升大約百分之三 昨天崖沽沽的賭業股 亦都有反彈 銀如中收市升近百分之二 無線電視記者 陸子奇報導 恆生指數最新升九十一點 暴30610點 總成交七百九十六億多 最活躍港股 騰訊控股升五個四 中國平安跌一號 工商銀行升一先 港交所升六毫 建設銀行升兩先 總成交九萬二千幾張 內地股市方面 上證綜合指數升二十六點 新證成分指數升一百二十四點 日本假期休時 美元匯價日元一百一十二點三 英鎊1.3598 澳元0.7814 歐元1.2049 港元匯價 美元7.8171 每百日元6.9597 歐元9.4188 英鎊10.6297 瑞士法郎8.0398 加元6.2449 澳元6.1085 新西蘭元5.5441 每百港元兌人民幣83.19 倫敦黃金買賣價 滿安市一千三百一十二點九六 一千三百一十四點九六 美元 本港九九金牌報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元一兩 天氣方面 大致天情 今晚漸轉多環 吹和緩自清敬東風 一點鐘的氣溫是二十二度 相對濕度百分之六十五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 路邊監測站是中 紫外線指數是六 強度屬於高 新聞報道員 蔡惟 :「二零一七年度,東廣廣廣電視台,名牌地產榜評選,獲獎企業有,光大珊瑚城,松幅六十六萬平方米,品質生活大成,華南好景見南城,華南好景見南城。